9月24日下午 据石家庄市公安局通报 鉴于玉华区近期连续发生疫情 且源头不明 石家庄市卫健委 市公安局等部门 抽调相关专业专家 对全市核酸检测机构进行督查检查 在检查中发现 石家庄合合医学检验实验室 9月14日 对玉华区阳光361小区 核酸检测出的一款20比1混管阳性让本会上报 导致相关人员 未得到及时管控 造成9月21日出现社区传播 该实验室涉嫌违法犯罪 石家庄警方已对其逼案侦查